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纳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耶利米书第十章 是一章叫人很兴奋的尊主 因为耶利米在当中 神宣告向列国的偶像发出挑战 神指出列国的偶像 都是无能是败坏是死 唯有耶华是活的 而且是在这一位活神的里面 去创天造地 而神的选民意识的人 是祂的产业 所以当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十章的时候 我们感到是很兴奋的 在让我们看耶利米书之前 都要让我们一起 低头同心祈祷 请爱主唯有祢是那位 创天造地的神 在祢知律前是没有别人 昔日祢选招式的人 成为祢的选民 祢要透过去见证祢自己 求祢都帮助我们 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能够紧紧地去认识跟随祢 认定祢是我们的活神 求祢带领我们这一刻 愿意识你话语的时章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耶利米书第十章 拜偶像和真敬拜 以色列家 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 任凭列国因天象惊和 你们不要惊和 万民的习俗是去控的 偶像不过是从树林中砍来的木头 是障人用斧头造成的手工 人用金银装饰他 用钉子和锤子钉稳 使他不动摇 偶像好像瓜田里的稻草人 不能说话 不能行走 必须有人抬着 不要怕他们 因他们不能降和 也无力降伏 耶和华 没有谁能与你相比 你本为大 你的命也大有能力 万国的王 谁不敬畏你 敬畏你本是合而的 列国所有的智慧人中 在他们一切的国度里 都没有能与你相比的 他们如同畜生 尽都愚昧 偶像的份费算什么呢? 偶像不过是木头 随年的银片是从他私来的 金子则从乌发而来 都是像人和银像的手工 又有蓝色和紫色的衣服 全都是考像的作品 为耶和华是真上帝 是活的上帝 是永远的王 他一发怒 大地震动 他一老恨 列国担当不起 你们要对他们这样说 哪些不是创造天地的神明 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 重赞上帝的诗 耶和华以能力创造大地 以智慧建立世界 以聪明铺张穷创 他一出生 天上就有种水澎败 他使魂无从地极上腾 造电随雨而闪 从仓库中吹出风来 人人都如同畜生 毫无知识 人像都因偶像羞愧 他所著的偶像本是虚假 他门里面并无气息 偶像都是虚无的 是迷惑人的作品 都受佛的时刻必被除灭 雅各所得的福分不是这样 因主是那创造万有的 以色列是他产业的支牌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命 预告秘老 受围困的居民 当收拾你的行囊 离开这地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汉呀 这一次我必将此地的居民抛出去 又必加害他们 使他们觉悟 和在我受损伤 我的伤痕极其重大 我却说 这真的是我必须忍受的痛苦 我的帐篷毁坏 我的成索截断 我的儿女都离我而去 不在了 再无人来支搭我的帐篷 挂起我的万子 因为牧人如同畜山 没有寻求耶和华 所以不得顺利 他们的养群也都分散了 有风声 汉呀 来了 有大扰乱从北方而来 要使犹大的城镇变为废墟 成为野狗的住处 耶和华 我知道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耶和华 求你按公平管教我 不要在你的路中情治我 免得你使我归于无有 求你将愤怒 傾倒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 傾倒在不求告你明的国族上 因为他们吞了雅角 不但吞了而且灭绝 使他的住处变为荒凉 耶利米书第十章 神透过耶利米 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很重要的指责 他们竟然有真神不去信靠 却是去信靠一些人手所做的 木头所做的木头公仔 石头公仔 稻草人 是匪夷所思 神在说这番说话的过程 那种难受 你可想而知 原本以色列人是神所选选的选民 他们都在神里面是神的产业 但是何竟神的产业 竟然背弃真神 去寻找一些摸得到的物质 木头石头 作为他们倚靠的真神 这种破坏 但是这种对真神的侮辱 是叫神的心 是极大的伤痛 是难以想象 为什么会这样 既然耶利人 犹太人 他们在当中 棄真神不信 竟然去敬拜这些假的偶像 神就将他们 摆在这些偶像的带领之下 结果神也宣告 真是将来 他们将要被神大大的惩罚 然后去发现 这些他们以为帮到他们的偶像 对他们是完全无罪 其实也都被他们见到 人很奇怪 人真的在日常生活里面 明明有真神不相信 却在当中 是用一些以为 我要握得住 摸得到的事情 去叫自己有信心 有能力的解决问题 结果真是浓厚烦 偶像的敬拜 一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是迎绕不住 历世历代都是重复的出现 为什么偶像的敬拜 这么吸引 在耶利密书第十章 被他们见到 是因为很简单 列国 原来不同地方的人 他们都是敬拜神的方式 然后当中我们发现 对犹太人来说 他们觉得 他们敬拜来很多吸引 而且真的可以摸到看到 所以他们渐渐都很想学校 这个学校背后是想说什么呢 这个学校背后是想说 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 在信靠神 在一些真理上面 我们希望可以握得住 是摸得到 因为握得住摸得到 是代表着 在我们的操控范围里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正正就是 敬拜信仰的很大的盲点 你以为你摸得到 握得到吗 你却成为主人去控制 而且会导致更多的徘徊 在耶利密书十章十节 让我们知道 要坏真实 而是创造的主 是永远的王 是告诉我们 因为真神 其实不是物质里面 不是这些偶像可以带来给我们 祂是那位掌管宇宙万民 今天我们信靠神 我们知道在神里面 我们知道神是在物质之上 我们不应该将神局限在物质里面 我们应该相信 神对我们的要求 不是一种很超越 很突然的东西 但是神希望我们很好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去流出 我应该有的生命的特质 去行在正路当中 这个也是神创造 神管治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但很可惜 人往往是希望去把持 希望可以拥有主权 结果反而带来给人 陷入很大的迷茫当中 所以耶利密书当中 很清楚的表达 很明确的表达 更赞我们的神 才是那位真神 是值得我们完全全地投靠 仰望他的神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耶和话 没有谁能与你相比 你本为大 你的命也大有能力 耶利米书十章六节